特斯拉的黑科技 4680电芯 CTC技术和一体化压筑技术 在2020年9月22日特斯拉电池日上 马斯克表示 可持续能源未来将留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可持续能源生产 储能和电动汽车 为了加速向可持续能源过渡 需要生产更多价格实惠的电动汽车 储能以及以更少的投资建设更多的电池工厂 4680电芯采用其直径和高度来命名 前两位代表直径 46毫米 后两位代表高度 80毫米 相比起前一代2170电芯 4680电芯的能量提升5倍 续航里程提升16% 功率提升6倍 带电池组层面每千瓦时成本降低14% 而且4680电芯采用无杰尔技术 简化了电池生产过程中的绕制和涂料流程 其高导电面积 从而降低电芯内组 其高电流 马斯克曾表示 采用了CTC技术后 配合一体化压筑技术 可以节省370个零部件 为车身减重10% 将每千瓦时的电池成本降低7% 根据宁德时代董事长曾一群介绍 宁德时代的集成化CTC技术 不仅会重新布置电池 还会拿入包括电机 电控 DC-DCOBC等动力部件 智能化CTC技术将进一步通过 智能化动力与控制器 优化动力分配和降低能耗 随着电动汽车对于便捷性 轻量化的要求提升 CTC将逐渐成为技术研发和应用的重要方向 这将有望完全取消原有的组装生产线 并很大程度地降低车身制造成本 靠近大连的组装生产线 截断